红湖海菜抓饼 它不是葱 可是比葱更绿 而且在空气中我闻到了一个像是海苔煎饼的味道 要漂亮 大家赶快追上我们这次的团购 红湖的海菜抓饼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绿绿的 绿绿的海菜在饼里面 热锅 转小火 加油 油不要多 当然你也可以干烙 可是通常煎饼第一张最不好煎 所以第一张放一点油 接下来就很好煎了 放饼下去 今天早上早餐店就在我家里 因为我有抓饼 这一面已经有一点透了 绿的更明显 好 看一下饼皮的表面 已经有膨胀了 有没有看到表面膨胀 你看 所以可以翻面 我怎么空气中闻到了一个味道 空气中闻到了是什么 海苔味道吗 是海苔的味道吗 有一个好香的味道 有一个跟葱抓饼不一样的味道 有一个跟葱抓饼不一样的味道 要小心火力哦 空气中有一个味道 嗯 我在抖动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些碎碎的跑出来了 他已经有层次跑出来了 我来学葱油饼店 有没有 这样子让他更加松化哦 葱抓饼就是要这样子哦 好了 洪湖海菜抓饼做好了 这就是我的早餐哦 我们这次的团购所剩不多了 可是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示范葱抓饼 因为在团购组合里面 就有葱抓饼两包哦 呀 刚才 Nicky passar响 uns 用口